中山國小的吹走陰影的新生戰 大家好 我們是中山國小的吹走陰影的新生戰 首先我們要先演出藝術短劇 楊宇軒 你知道嗎 我真的在看溫柔考一把耶 有什麼了不起的 不要理他 我們走吧 楊宇軒 你知道嗎 你看這隻手錶啊 我爸是給去訂製的耶 為什麼了不起的呢 你在講什麼悄悄話啊 關你什麼事啊 走開吧 剛剛看完了這隻手錶劇之後 我們發現霸凌在校園中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不管是霸凌的那個人還是被霸凌的那個人 他們都會有傷心或難過的感覺 所以我們經過討論之後才發現其實有很多事情都是因為誤會而造成的 所以我們想了一個方法要讓大家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經過彼此的討論之後 我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讓大家說出自己的心聲 所以我們決定用製作扇子的方式 讓大家把自己想說的話寫在扇子上面 並透過漫畫式的對話 讓大家想想看自己在衝突發生時會說出什麼樣的話 也讓更多人注意到這些平常不會注意到的聲音 因為材料的關係 所以我們重複製作好幾次的扇子最後終於成功了 並且邀請了全年級的小朋友來參加我們製作扇子的活動 然後就是在看他們製作的過程中 其實有時候有些想法其實大家都會就是感覺到就是有共同的心聲 為了讓大家能夠看到更多人看到心聲扇的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把之前人家設計的扇子把它貼在學校走廊上面 讓更多人能夠看到彼此的心聲 有很多同學每次經過都會停下來看 他們都覺得原來別人也會有這種感覺啊 像這個呢他就是在說被害者他常常都會去罵別人而不想想自己 可是其實被害的那個人他也覺得 他只是為了想要跟別人當朋友 所以才會用一些行為去引起別人的注意 在這個扇子中就是霸凌者很嫉妒被霸凌者的成績 接下來就是但是他們彼此做出自己的心聲之後 就是誤會又解開 然後就是因為是成績的關係 所以就是被霸凌者跟霸凌者講說 就是自己的成績其實就是自己 依照自己用功的程度去決定的 但是就是關於這種霸凌的情況來說 應該是要對彼此說出自己的心聲 這樣子會有助於誤會的解開 在這個扇子中霸凌者就覺得說 為什麼老師每次都只罵他都不罵另外一個人 我覺得這個霸凌者可以先去跟老師跟那位同學討論一下 了解其中真正的原因 然後再去改變就可以化解這個誤會 歡迎大家也可以說出自己的心聲 以上是我們的分享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